小米粉粒拌入满满的南瓜 香菇 高麗菜 随着炉火温度 香气也根捲满了开来 热腾腾的菜色端上桌 饮得套客食指大动 一口接着一口 花椒 辣椒 蒜头 葱 这些是最主要的 酱油 生抽 老抽之类的 然后去调味 他们这边真的很安静 然后那个食材很有特色 以前好像比较乱一点 它现在整理到很好 除了平常吃得到的 大鱼大肉料理 这间道地的眷村菜 还替吃素的朋友 推出客制化的素食版菜单 不过这间餐厅最特别的是 它就隐身在高雄凤山的 黄埔新村 来到这里尝鲜的客人 勾起舌尖上的记忆 也唤起对眷村情感的连接 在学校里面跟眷村小孩子 打打打闹的 但都感觉就回忆起来了 因为小时候也都喜欢吃这个甜辣酱 这是必备的 位在凤山的黄埔新村 从1930年代到1980年代 是高雄军事重镇的具体象征 也是全国第一代眷村 但随着时代改变 一度面临拆村危机 所信高雄市政府在2014年发起 以住代户的计划 邀请对眷村有兴趣的人们 入住经营商店 才得以让这个特别的文化延续下去 除了眷村美食 村里民宿 二手书店 各类商家应有尽有 我们把它分为了日志时期 民室 然后眷村到现代 元旦跟双十国庆 会从海外回来的这些长辈 或者是从我们台湾各地 回到村子 然后共同在这个时间点 然后一起生起 老旧眷村 串起了近百年在地人的情感 而今注入新生 华丽变身 也让在地记忆能就此衍生 欢迎新闻 另外凯阳格 有北遥高雄采访报导 最新趋势